6月19日 2016交通大学美中校友会大纽约分会联会 在Yale Club隆重巨星 赵西成学长 贤女儿赵小兰 美国第24任劳工部部长出席并致辞 交大校友会校友和兄弟院校校友会代表参加联会 共请交大120周年 上午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韦浅光院士做主题发言 午餐后 美洲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会长邱美康教授开幕致辞 美洲校友会女士长陈亮杰做120周年母校访问介绍 校友总会基金会总裁谢东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夏善成教授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 交大领导代表桑大伟 郑国斌学长等军上台致辞 之后举行了杰出校友颁奖仪式 在集体合影之后举办了金融论坛和创新创业论坛 王清芳 吴卫明 程赫 罗建刚 黄和和王长祥等 均做主题发言 赵小兰女士的演讲平静有力而真诚 令人印象深刻 全球华市记者冬红 朱立琴 纽约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